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DMC的Xavit 那主要在这个视频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到 如何通过Google Calendar的日历来创建你的Google会议 Google Meeting的这个连接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一步一步教学 那基本上通过Google Calendar来创建你的这个Google Meet的连接 其实还蛮简单的 有两种方法 第一我目前为止我现在是通过Google Chrome的这个browser来跟大家做示范 你可以看得到在右上方这里 其实我已经登入了我的这个Google的这个Gmail户口 然后你可以再来看左边的这个部分 OK 点击一下 你可以发现到这里会出现很多这个Google的application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两个 这两个第一种方式我们会通过Google Meet的这个APP来就是做分享 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Google Calendar的这个APP来跟你们做分享 我自己呢 我偏向于我会喜欢直接去到第二个 因为对我来说去Google Meet其实也没错 只不过可能好像多了一个步骤 而这个步骤其实是多余的 对我来说 怎么说呢 跟大家示范一下 你可以点击这个Google Meet嘛 对吧 然后呢 他会把你带到Google Meet的这个页面去 来到来这里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就是说 你是想要参加会议呢 还是要设置一个新的会议 你可以来这里创建一个新的会议 然后点击进去了之后呢 三个选项 第一你可以就是create这个会议就是for可能你十分钟之后才要参加这个会议或者是30分钟之后才要参加这个会议你可以选择这个 要不然呢如果你现在是马上立刻我现在就要开启我的这个会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视频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也就是Google Calendar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子通过就是如何通过Google Meet这个部分我们创建一个Google Calendar的这个连接在那里 你可以来这里点击一下schedule in Google Calendar 然后呢他就会把你带到去就是Google Calendar的这个部分 所以对我来说我做了多了一个步骤 他他他他怎样都好他会都会把我带到去Google Calendar嘛对吧 为什么我不直接进入到Google Calendar来做设置呢 所以通常我不会以这样子的方式 我会直接进到Google Calendar 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 待会你会看到的这个页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种的方式 那当你被带到来Google Calendar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填写你的标题 然后设你的这个日期 再来你的时间点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里已经是有一个连接在这里的 Google Meet的这个连接 OK这个就是你可以直接copy 然后复制 然后分享给你到你的这个就是那一些想要参加你的这个会议的朋友们 让他们来加入这个会议 或者是呢你可以通过这个部分 就是添加他们的email Gmail啊或者是他们的公司email来邀请到他们 如果你通过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打入他们的Gmail来邀请的话呢 他们都会直接收到Google的这个notification 同一个时间呢 这个event也是会被添加到他们的Google Calendar 所以在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收到这个就是提醒啊 Google的这个提醒 reminder的这个部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开始我会怎么做呢 当我一进到来这个Google的时候 对不对 我会直接去到就是这个app 然后呢 我会直接跳到去Google Calendar的这个部分 就是不会进到meet那里 然后再点击多一个按钮 不会 我会直接跳到去Google Calendar 然后选择我是到底是要在几号 做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我想要在1号 12月1号 然后呢 我会点击这个12月1号对不对 然后我就在这里填写 填写什么呢 填写比如说这个就是 Google Meet Demo 给你的这个会议一个标题 然后会议标题完了之后呢 这个时间哦 你可以选择你要几点 比如说我放一个5点到6点好了 然后重要的是在这里哦 这个跟刚刚是一样的 OK 你可以就是邀请你的这个 就是client啊 同事啊 就是通过email的方式 填写他们的email在这里 你就可以邀请他们了 不过我要跟大家带到的是这个 Add Google Meet Video Conferencing 如果你真的是要拿到这个Google Meet的连接的话 你一定要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的时候呢 它才会把这个给设置出来 OK 它才会设置出来你的这个Google Meet的这个连接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copy了 然后再发送出去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 刚刚刚刚会有一点小小不一样的地方 刚刚的方式呢 直接立刻连接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呢 你要再多点击一次 OK 然后你就会可以直接先储存起来 那如果真的是等到1号的时候 12月1号的时候 然后你心想说 啊 12月1号了 就快5点了 我现在要来参加会议 那怎么样子进到那个会议呢 你可以去到你的calendar的这个部分 直接点击calendar的那个event嘛 对不对 然后直接点击join with Google Meet OK 它就直接会把你带到去你的Google Meet那里了 所以还蛮方便的 而且有一个方式跟我的团队啊 在做会议的 因为我不需要再额外再去通知他们 我就把我的calendar给设置好 然后再加上我把他们的email 给填写进去 他那里直接就会收到我的这个通知 那当他带到来这里的时候呢 Google就会 你还没进入到这个Google Meet的时候 Google就会跳出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让你去做检查 比如说 哎 头发有没有乱呢 然后就是 可以看到你的视频咯 还有再确保就是 哎 声音有打开 你的mind 这里也是有打开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哎 我的背景跟你们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添加就是这些虚拟的这个背景 怎么样子切换呢 你可以看得到在右下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对不对 你可以点击进去了之后 然后呢 在这里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 就是海景 哎 不错嘛 对不对 没得去旅行 这样看一下也还蛮不错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 它已经是在Google这里设置好了 给你 OK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照片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添加咯 你可以来这里添加 上载一张你自己想要的照片 OK 那如果确认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 Google的会议当中啦 这个就是你的Google Meet会议了 怎么通过Google Calendar来进到来这里 那这个也就是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 Zavin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技巧 如何通过Google Calendar快速的设置 你的这个Google Meet的链接 然后并且分享出去 那如果你成功可以通过就是 Google Calendar来设置你的Google Meet Link的话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咯 拜拜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点赞与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这样一来当我们在推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立刻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Mo Над keywords 你在视频赞与 gia